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这段时间有很多粉丝小伙伴给我留言 想让我测评一下3D打印笔 想必这个3D打印笔已经有很多博主播过了 但是少奇要播就给大家播的有点不一样的 我这个3D打印笔打出来的东西 不光是力气的 而且可以吃 废话不多说给大家拆开 3D打印笔这么大 一个画板 一个图纸 人家的打印耗材都是塑料 而我的打印耗材 是糖块 一个小架子 几根竹签 先给大家说一下原理 这个是通220伏电的 这个是笔头 上面是它的容器 把糖块放在容器里 插电加热 糖块融化 从笔头流出来 这边有个操作布 应该是防止糖粘在上面的 听着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赶紧拭目以待吧 盖子打开 把糖放进去 不够深 尝尝它的糖 好吃 焦脆焦碎的 然后这边有个开关开一下 它就开始加热了 再来一块 专业操作请勿模仿 以免烫伤 它这个铜圈周边包了很厚一层塑料 就是害怕烫手 因为中间的铜圈 还要加热很高的温度 才能把这个糖融化 感觉应该可以了 我们写一下 我是孙少奇 哇 已经进来 坏了坏了 这个我被我起失败了 尝尝自己打印的字 好脆 把这个扫起下来 慢慢起 孙少奇的扫 孙少奇的棋 好完整啊 第一次做3D打印糖化 就做成这个样子 牛啊 这个有点不舍得吃了 先把它放一边 再来点糖 点 赞怎么写来着 点赞 啊 不行了不行了 写不开了写不开了 不行不行 看人家卖这个3D糖化笔的人 写字特别流畅 我一写写的怎么那么难看 不过还好丑归丑 这个糖你可以直接吃了它 如果不想吃感觉写的难看 还可以继续把它加进去 再把它融化再重新写 但是刚刚刚刚我的手都被烫了一下 这个糖刚融化出来的时候特别烫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看看我这个笔是多少钱买的 108买的 108买了一个这个糖化笔 大家认为我这次翻车了吗 认为翻车的评论1 认为没有翻车的评论2 顺便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